好,欢迎各位同学继续来学习有关AI绘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我们呢,这节课来给大家去具体的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去改变默认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图像的 或者说照片的这样的一个尺寸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平时如果你在MigJourney上面去做画的话 那么它呢,默认是给你生成什么 生成这种一比一的图片的,对吧 我们所有生成这些图片它的比例都是确定的,一致的 都是这种正方形的,一比一的 然后主体也好,对吧 画面的这个主人翁也好 都是在中央,都是在这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地带 大家都可以看到,对吧 全都是这样一比一的画作 那么当然这也不适合于我们所有生活中的应用场景 现在我们的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对吧 手机是竖屏的,那它的这个长宽比呢 一般在宽比高是2比3,对吧 那电脑呢一般就是3比2了,宽高比 所以说啊,我们需要去改变它的尺寸的时候啊 我们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后缀,好吗 那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啊 大家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不要只看老师在那时操,对吧 你学完一节课之后 要拿起你的电脑,拿起你的手机 赶紧也进行时操起来 只有把这个指令也好 包括后缀也好 包括一些设置也好 一些这个我们操作的步骤都好 要把它经常操练起来 它才能刻在你的大脑里 对不对 好,所以啊 我们还来做这个 做什么呢 做一个古典风格的啊 这个青春美少女啊 用这样的一个指令呢 去演示怎么去改变我们生成图片的这样一个尺寸啊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提示词啊非常简单 a beautiful teenage girl in Chinese classical style 对吧 一个中国古典风格的这样的一个美少女啊 那么美少女啊,那我们如果想去改变他整体绘画了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话 我们在后面要给他加一个后缀 杠杠 AR 大家记住啊 杠杠AR 他还有一个全写 叫aspect 咱们不去写那个啊 那个 那个挺麻烦 对吧 咱就写个AR 然后空格 把你想要的比例比分说我要2比3的各位 我要2比3的 那我后面接一个空格2比3 就可以了 好,我们把这个给到他之后 我们看看他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 空 大家记住啊 ARAR 这个怎么去记呢 AR对应我们现实什么 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呢 可能有AR眼镜是吧 增强现实的眼镜 还有他的发音是啊 对吧 我们为了去方便记啊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怎么去记呢 怎么又是正方形呢 对吧 这次我要长方形的啊 或者这次我要宽高比是竖屏的 或者是横屏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如果当你把它去变成一个竖屏的作品的时候啊 咱们这就简单说竖屏吧 这样大家更方便理解好不好 如果你把它变成个竖屏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因为画幅的改变 对吧 因为这个整体画面比例的改变 其实绘画的风格啊 AI生成图片的风格 也跟原来有了一些很大的区别啊 当我们是一个一比一的正方形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时候 那么人啊 或者说画面的主体会不由自主的被我们作画人 这就是我们的AI对吧 你自己去画画 你自己去这个进行创作的时候也是一样 一旦你这个画布啊 定下来的是一比一 那么你不由自主的会把这个人物放在画面的中间 对吧 你不由自主的会把主体放在画面的中间 那么当我们去改变这个画幅之后呢 这个变成竖屏了 对吧 变成竖屏了之后 其实它的整个风格啊 跟着它的这个画面的调性也会有一定改变 大家可以对比上面这两个 我们来产生这样的一个对比 对吧 这次画的还真是挺不错的 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东方面孔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然后呢 这些服饰什么呢 也是我们中国一些传统的服饰 对吧 尤其这一张看着有点像神仙姐的 画得特别好 我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真的想把这一张再去扩展开开 再去画一画 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呢 我继续给大家去演示 好不好 我们继续给大家去演示 一会告诉大家 我现在用的是V5版本 对吧 也就是说第五代的 Version 5 Mijerni的第五代模型的版本 一会告诉大家 四代包括以前的三二一代 这些能支持什么样的比例 那么对于最新的五代来说呢 它实际上官方说是可以支持任何形式比例的 也就是说这个图 你可以把它搞得特别长特别细 也可以变得特别宽 特别窄 这两种风格它也是支持的 但是它有一个说明 一会给大家去看 但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把它搞得特别长条的话 那么它在绘画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就跟你关键词描述的可能差距非常非常大的 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结果 所以说呢 我们一般去操作的时候 各位 一般去操作的时候 我们一般控制在什么比例呢 长的话 就是竖屏的话最多到一比二 然后这个宽屏的话最多到二比一 也就是说你基本上达到这样一个比例之后 你再长了它也不好看了 对吧 你再宽了它也不好看了 好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去演示 刚才我们是把画幅弄到了二比三 对吧 这是我们一个类似于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宽高比 那么这次呢 我们还是同样的提示词 但是这次我们杠杠AR 我们让它多少呢 空格三比二 好吧 我们来一个宽的 像我们电脑屏幕这样的宽屏的这样的一个显示比例 我们让它来根据这个比例来做画 这个比例通常用在什么上面呢 各位这个比例可能你去画一些风景的时候 对吧 或者说画一些大场面的时候 或者说画一些人物比较多的这样的场面的时候 或者画一片草地呀 画一个城堡呀 对吧 这样需要去远景观察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用宽屏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呢 更能够去凸显它整个的这个这个 这个场域有多么宽 对吧 它的视野有多么开阔 当然画人物也没问题 这样的两种 这样的两种常用的比例 请各位你可以结合你作品的需要 来去设定 好吧 在这儿呢 我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是基础的操作的课程 这儿呢 我会给大家讲的特别详细 包括我们的这个初始的比例 默认的比例是一比一 对吧 然后对于威武版本来说 其实我们可以是让它更长 或者说更短的 各位哈所以说我现在给大家去演去演示的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比例 一会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去演示更加复杂了 或者说更加不常见的比例哈 好这个它画出来了 对不对 画出来了哈 还是有一些我们可以非常过眼的啊 就符合我们啊 国人的对于一个古典美女的期待啊 对不对啊 然后衣服呢 因为我给他说呢 Chinese style嘛 可能他这个识别之后啊 识别我这个这个这个提示 提示词之后 全部都变成红色的啊 跟跟我们古典很接近的这样的一个衣服啊 质感很不错 对吧 质感挺不错的啊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少女呢 这个这个面容也非常交好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宽屏的比例的时候 其实对于人物的展现呢 它是在一个横向的这样的维度上面呢 会有一个更丰富的感觉 对不对啊 大家可以对比来我们的这个树像呢 这个像一个人物肖像一样 各位发现没有 就像一个人物肖像一样 就像我们在给他拍照片一样 对吧 然后上面这些呢 上面这些正方形的呢 就有点像头像的感觉 对吧 是他在展示自己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感觉 如果说这是一个美女的话 他可能是 他把这个作为他自己的头像 然后这个东西呢 可能是作为一个肖像 对吧 这个这个 相亲的时候啊 干嘛的时候 拿出来一看 原来这个人讲这样 那么底下这个呢 更像一个什么 更像一个啊 艺术照片 对吧 艺术照片 更像我们去放在电脑屏幕上 这样一个平保的感觉啊 所以说啊 不同尺寸 给我们的作品带来的观感啊 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用途 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我给大家去介绍呢 我现在用的不是威武版本吗 威武版本的话 他其实支持咱们去把这个尺寸啊 去进行一个比较非常规的改变的 好吧 我们来继续做一个 给大家看一个 我们比较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吧 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啊 我们来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好吧 我们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但是啊 就是特别自由的尺寸 你只能用威武版本去实现 威武版本去实现啊 前一代的第四代模型 或者说三四 三二一代模型 它分别能适应什么样的尺寸 一会我们 我给大家去说 好不好 结合我们官方的文件 我说的都是有官方依据的 各位啊 所以说请你放心 对不对 我们学就学啊 这个最权威的 你去学一些 这个这个二手信息的三手信息的 那经过很多人 很多人转述之后 可能你你得到这个信息就是真的 一会带大家去看官方的文件 我给你解读 好不好 我们先来实操哈 那么我们去给他 他一个比较夸张的这样的一个吧 一比三好不好 一比三算是比较夸张的哈 一比三 就是一比三是怎么样呢 是非常长条的一个啊 我们看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哈 威武是支持我们自由的去定义这样的一个画面比例的啊 但是官方也说了 对吧 他他生成过程中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官方的这个文件吧 好不好啊 这呢就是官方对于啊 这个画面比例的一个解释哈 这有一个表格 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吧啊 对于第五代的这个模型呢 威武版本呢 他是支持你any 也就是说任何的画面比例 他其实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有一个信号注释写的什么啊 如果说当你的这个比例大于2比1的时候 那么啊 就是一个非常实验性的 有可能去产生啊 非预测的 非你预料之中的一个结果的 所以说呢 我们用威武的时候 虽然他支持啊 很多比例 但是还是要选用一些日常正常的比例哈 那么V4版本呢 他分为啊 V4的4A跟4B 4A跟4B呢 他只支持1比1 就是我们正常的正方形 或者2比3和或者3比2 这样的一个比例哈 就是刚才我们去演示了这这三种 那么对于V4C来说呢 他可以支持你啊 从啊 1比2啊 这样一个长形的到2比1啊 这样一个宽形的啊 这之间的任何比例都是可以的 那么V3啊 包括这个这个这个实验版本哈 这些东西啊 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 对吧 还有这个漫画版本呢 也是支持你1比2到2比1的 然后呢 这个实验版本支持的范围越小一些 对吧 他支持你3比2到2比3之间啊 这个跟V 这个跟4A跟4B还是比较接近的哈 那么V3版本呢 是支持你5比2到2比5啊 当然这个支持的范围也更宽一些哈 也更宽一些啊 那么我们日常用呢 可能用了这个V4C更多对吧 然后用V5也更多 如果说V4C这个范围够用了 你就用V4C也没问题啊 就是然后呢 如果说你需要他更加夸张的比例吧 更加非日常的比例的话 你可以用V5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去说的啊 这样的一个不同版本 他所支持的画面比例 可以让你去修改的 然后呢 这是一些日常的比例啊 大家可以先可以看看 对吧 1比1是我们日常啊 最常用的正方形的 然后4比7呢 有点类似这个手机屏幕的 这样的一个长形 对吧 然后2比3其实也是啊 也类似我们屏幕上这样显示的 4比5呢 就越来越进行正方形了 然后还有5比4的 然后3比2的 还有7比4的 这更类似一个我们电脑屏幕 或者电视的一个尺寸啊 这会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感觉 你当你在制作你的图片啊 画画的时候啊 那么你可以结合这些尺寸 来定你作品的这样一个尺寸啊 好 我们看看 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把这个比例定到了什么 1比3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长条的 但是长条的这个画幅也好啊 或者说这个画面比例也好 它怎么样 它正好契合我们古典的一个气质 对不对 我们古典一些侍女图啊 一些画面呀 都是这种特别细 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女性 对不对啊 所以说啊 我们把她的这个画幅拉长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变成一个全身的 她也变成一个全身的 对吧 然后这个画面啊 这个这个这个风格就非常符合我们对古典的一个定义了 各位 那这这呢 我们再去给她换一个比例 好吧 我们再去最后给她去演示一个啊 比较奇葩的比例 然后呢 大家记住这个后缀啊 ar 然后空格点上你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就可以了哈 刚才我们是1比3 现在我们让她3比1好不好 我们让她横着这一条 我们看看能够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效果啊 好 我们让她3比1的比例先让她去画哈 然后呢 我们来先想啊 我们来再回顾一下吧 对吧 不同啊 这个比例的这个指令啊 或者让她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绘画的效果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指令什么啊 beautiful teenage girl in Chinese classical style 然后呢 她拿这个扇子 对吧 穿的是这个我们的传统服饰哈 画的还是挺不错的啊 尤其这个有一个也有种摄影的效果 对吧 然后这个呢 拿着这个叶子啊 在这远眺 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古典的一个气质 然后这拿着扇子也挺古典的哈 然后这个呢 这个小眼神确实也挺生动啊 所以说她画的这东西还真挺不错的 那么我们改编的画幅成为树子之后呢 她更像一个肖像画 对吧 就像一个快要出嫁的姑娘 然后这个特别像神仙姐这样 哎 我超爱这张 然后这个就像一个啊 这个在镜头面前啊 正在想看镜头 因为有点不想看啊 像这样的一个人物肖像的感觉 对吧 然后这个呢 就是在看旁边啊 不知道在看什么 但是也非常美丽哈 所以说我们改变画幅之后啊 有的时候可以可以这个去改变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的风格啊 那么我们用这种方式呢 用横平的方式 对吧 啊 他又给我们呈现出不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那么我们把它改成了竖屏方式啊 特别长条的时候 这儿出现无恋美人 其实我们没有想到 对吧 他变有一个半身的 或者是有一个特写的 有一个肖像的 变成了我们一个全身的全景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那么把它变成长条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啊 这是一个纯色的背景啊 这个没有什么可圈可脸的地方 这儿呢 这个头是有点中国古典的意思啊 不错啊 然后这个就是纯纯拉长的这个画面了 对吧 这儿都是信息都是没有的啊 然后呢 其实还是一个这个就是普通通的一个美人 这个就有点不错了 对吧 这个他除了这个人物之外呢 还交代了一些背景啊 没有浪费我们这样的一个长的啊 长条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比例啊 啊 所以说啊 长条的画面比例可以交代他更多的空间关系啊 交代他更多更多的背景清晰 各位你在创作你的这个画作的时候啊 可以结合你这个画面内容 当然了 你可以去把提示词进行一个修改 对吧 比方说我我在让他去一比三的时候 我可以都让他做成任权 就是啊可以照到人的全身的啊 可以可以让人展示整整个啊 全身的这样的一个啊 比例出来 好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那么各位同学啊 你下课之后啊 你下完这一课之后 马上去试操 好不好 马上在你的这个提示词的后面 加一个杠杠AR 然后加上你想让他去变化的比例啊 大家不要局限于之前的这个一比一 当然一比一也不错 对吧 我们结合这些画面比例的变化呢 来给我们新的画作啊 来给我们新的绘画的作品 进行一个改变和赋能哈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感谢咱们所有同学们的学习 我们